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心态 先要正确 主是创造万人的 有些人说 上帝需要我服侍祂 好像这个圣殿做得漂亮 上帝才得荣耀 十个赞美带得好好听 上帝才得荣耀 No 上帝已经是荣耀的 Amen不Amen 已经是 有些人服侍的时候 主啊我这么衷心的服侍 你一定要预备好处给我 我地上需要一二三四 好像有点条件性 其实你服侍是好 但是你怀着这样的心态 你必定失望的 原来 什么都不缺的上帝 也把万有都赐给我们 甚至自己的儿子都赐给我们 为什么他要我们服侍 那所罗门要造圣殿 他为所罗门造圣殿 上帝说难道我住人手所造 这个金啊 银啊 这个什么香薄木啊 都是从我来的 对不对 你们用来造圣殿 我能够因这个东西来夺得什么荣耀吗 这很奇妙对不对 所以上帝先讲这个东西 让人会明白 原来我服侍上帝的时候 我是参与祂的荣耀 与祂同德冠冕的事情 各位明白这个 所以每次我要讲这个比较属灵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领会 参与主啊 你的智慧是这么无限 我永远参透不了 但是我有一点服侍你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真的需要智慧 跟人讲话需要智慧 对不对 我们在设计这个教会的时候 很多的智慧要需要 对不对 连这个声音 我们听 现在你听这个声音 跟今天有一点小差错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做声音的 我们设计这个 我们现在又要搬另一个会堂 对不对 这个很难的 我们同工们这边也要听牧师的声音 然后要走到后面那边听一样的声量 那边听有没有回音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耳朵很敏感 你们到处坐一下 坐一下 我们新场所去的时候 到处坐一下 牧师这个地方有点不好 那个地方有点不好 那你跟我讲一下 跟长老们讲一下 这个有点回音 有点扎声 这个东西的 这个一直想 对不对 然后这个当儿 才会 哎呀 上帝真是奇妙的 上帝造万路的时候 真是有智慧的 那有时候呢 上帝是这么的慈爱 这么的忍耐 哈利路亚 上帝你是慈爱的 不够 你去牧养人 你就知道 牧养他十年都不会改 哎呀 十年了还这个样子 很想放弃了 还是不能放弃 还是要为他祷告 气息嘛 还是为他祷告 哦 原来上帝是忍耐的 你知道你认识神 不是用头脑的 也不是用感觉 一次的感觉 用体会的 你体会神 所以你体会主的心肠 对不对 保罗每次这样讲 在哪里 在服侍当中 在用心思当中 你会发现 所以呢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呢 我们看阿神 原来不用我们服侍 但是他的荣耀 太无限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服侍的人 有时候有一点讲究 对不对 有一点讲究 我们觉得主啊 你是这么荣耀的 但是今天我看这个教会 这个哪一个地方 不太荣耀 对不对 不太荣耀 哪一个地方不太荣耀 食物好像不太好吃 不太荣耀 你很有这个感动 对啊 弟兄姐妹吃得开心 然后他们就讲得开心 对不对 很好 那你来做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给一些意见 你也参与 这个神明不太好 很好 你看到不够荣耀 你也来参与一点 对不对 参与一点 教会哪一个方面 对不对 不够恩典 不够荣耀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个是人为了要 看见神的荣耀 而付出的 付出的 自己愿意付出 自己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教会很多东西 那个拍摄 拍得不是这么理想 对不对 有这么多人在领受 我们买更好的camera 拍得更好 声音果效更好 哎呀 这个神的荣耀 对不对 感谢主 那这样的话不受伤 弟兄姐妹也会了解 对不对 我们懂 对 我们在服饰当中 的确是我们为主做 从主得 但是为了多看见 那个荣耀的时候 从台上到台下 没一样东西 对不对 我们都很细心的想 对 你有想过 感谢主 这个心态来的 其实是这个心态 绝对不是 我懂得比你好 比你多 你差你不会 绝对不是这个东西 其实人都一样的 如果上帝 没有给你那个恩惠 智慧 没有给你那个艺术 对不对 各方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也不能的 了解吗 我这样口才一下 嘴巴一打开 有道能够来 背后有圣灵的工作 对不对 如果今天圣灵 不是要这样感动我 我就 讲话有点口吃 也是想不起东西 这是很奇妙的 看不见的上帝 祂的作为 所以我再讲一遍 因为神是不需要 人手服侍的 上帝要的是什么 在你服侍当中 你的心态 你心里面发生的事 你心里面看见的荣耀 对不对 上帝要的是 你经历这个东西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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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 老师 那个